你好,那今天要为你讲解的书是《自控力》,它的副标题是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课程。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2万字,那么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什么是自控力?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为何难以抵制诱惑?自制力薄弱?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做到自控?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以下这些现象呢? 一边高喊着这个减肥的口号,但是一边却又摆脱不了高热量的甜食,总是习惯把重要的事情一拖再拖,却在截止日期到来之时还迟迟没有开始。 早上的工作效率很高,到了晚上的时候却容易缺乏耐心,冲动行事。 于是很多人把上面这些现象的原因归咎为自己的懒和拖延。 其实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自控力不足。 自控力是指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控制情绪和行为的一种能力。 一方面可以激励我们去执行和采取决定,一方面又可以抑制不符合我们目的的动机、情绪和行为。 我们之所以会自控力不足,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我,一个是及时行乐,任意妄为的我。 这种生存方式是从我们的祖先身上遗传下来的。 在那个如毛隐血的时代,生存环境恶劣,实物短缺。 我们最关注的是眼前的生存问题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而另外一个是能够克服冲动,深谋远虑的我。 所以当我们自控力不足的时候,是本能的那个我占据了上风,击败了对方。 那换句话说,当你自控力强的时候,也正是另外一个小人占了上风。 本书的作者是凯利·麦格尼格尔,他是一名斯坦福大学医学健康促进项目的健康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 在他多年观察人们改变想法、情绪、身体状况和习惯的种种努力下, 他发现,人们对意志力的很多理解存在着问题。 这不仅阻碍了人们走向成功,也为他们带去了不必要的压力。 于是他就开设了一门有关意志力科学的课程。 课程汇集了心理学、经济学、神经学、医学领域关于自控的最新洞见。 告诉人们如何改变旧习惯,培养健康的新习惯, 克服拖延,抓住重点,管理压力,以及抵挡生活中的各种诱惑。 那今天为你分享的这本书里呢,有更多关于以上方面的知识。 它全面的描绘了自控力的演变过程和缺乏自控的原因。 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当目标和诱惑相互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不受干扰和阻碍,完美的达到目标。 那么是祖先遗留在我们大脑里,歧视行乐的生活态度更好呢? 还是进化之后的着眼未来的生活观更能够规避风险和带来幸福感呢? 这本《自控力》将为我们揭晓。 好,那接下来呢,我会以四个核心问题来向大家讲解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是自控力? 自控力是如何随着智人的进化而演变来的呢? 为什么在做一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总是在及时行乐和深谋远虑之间徘徊呢? 第二个重点是,自控力在一天当中有没有最强和最弱的时候, 而当自控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让它得以恢复呢? 为什么在心情不佳的时候,吃一块糖喝一杯苏打水, 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能量提升自控力呢? 第三个重点是,关于自控力的知识, 我们是不是也容易犯以下的误区呢? 比如说,把进步当成刺激我们获得更大进步的动力, 把欲望当成了幸福, 认为及时行乐比关注未来更重要呢? 第四个重点是,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提升我们的自控力, 比如说,每天进行五分钟的冥想, 合理健康的饮食和睡眠, 结交,积极向上的圈子和朋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 什么是自控力? 为什么自控力至关重要? 想要了解自控力啊, 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自控力是如何产生的。 在我们人脑里有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 它呢,担任的是人脑管理中枢的职位, 控制我们去关注什么, 想一些什么, 甚至能够影响我们的感觉, 也就是说, 它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那具体点来说呢, 前额皮质被分成了三个区域, 分别是我要做, 我不要和我想要这三种力量。 我要做是你生活中想要逃避的事, 我不要是你想要改掉的习惯, 而我想要是你愿意花更多精力去关注的事情。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对于很多女生的我想要减肥这件事, 就是一种我想要的生活目标。 而接下来就有了我要做运动, 或是我要去跑步的进一步想法, 这是我要做这个区域啊, 在发挥着作用, 甚至产生了我不要再吃甜食了, 我不要再喝汽水了, 这样的想法。 这个呢, 是我不要这个区间在为你抵制各种诱惑。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会在很多方面表现的滋空力薄弱呢? 这个呀, 就得从我们的祖先说起了。 在十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呢, 还是刚刚学会直立行走, 会生活, 会制造石器来捕捉猎物, 保护自己的智人。 那时候的人类, 相比较于现在处于生物链顶端的我们, 是很弱小的。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赚钱工作, 提升能力活在竞争的市场里, 而智人考虑的是如何找到鲜美的食物和野果, 如何避开猛兽和灾难。 所以, 当他们捕获了一头野兽, 或者是采集到了鲜美的野果, 他们呀, 不会像现代人一样, 为了减肥而拒绝高热量的食物, 本能会让他们汲取最大量的糖分和影响, 来保证自己得以生存下去。 因为吃完了这一顿饭以后, 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呢? 大脑中让人有自控力的前额叶, 是在智人不断进化发展出来的。 拥有自控力的智人, 在部落里会互相的帮助和扶持, 比如哪些人生病或者是受伤, 其他人会好心的来照顾你, 又比如哪家缺少吃的穿的的时候, 别家呢, 也会主动把自己的食物分发一些给你。 之前有部分观点认为, 人类本能其实是自私的, 特别是在那个危机四伏, 食物短缺的时代, 但是人类的这种自私, 并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生存, 而是为了整个族群基因的延续和发展。 这个呢, 就像是蜜蜂这个物种, 公蜂从早到晚采蜜, 铸造蜂巢, 喂养蜂王还有幼虫, 他们的这种行为, 也是为了蜂王复刻出更多自己的同类, 让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 发展壮大。 而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又比蜜蜂复杂了很多, 但是生物的共同性啊, 确实是相似的。 也就是说, 自控和本能都同时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 他们的矛盾也是统一的, 都是根植于我们的基因的东西。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自控力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 那说完了这个, 让我们来了解第二个要点, 自控力会消耗殆尽吗? 我们该如何让它恢复呢?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 罗伊·鲍麦斯特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 自控力啊, 就像是肌肉一样有着极限, 使用之后会渐渐的疲惫和消失, 如果你不让肌肉休息, 那你就会完全失去力量, 就像运动员把自己逼到筋疲力尽时一样。 很多你认为不需要意志力的事情, 其实都是依靠这种有限的能量, 甚至要消耗能量, 比如说有一些人会在下班之后脾气暴躁, 缺乏耐心, 不管是堵在路上的路怒症患者, 还是回家对待孩子需要辅导的功课, 而另一些人会把减肥啊, 白天小心翼翼的计算卡路里来选择食物, 可是到了晚上却拒绝不了高热量的食物, 以及坚持去健身管锻炼。 那这些又是为什么呢? 咱们要举一个例子啊, 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自控力在早晨的时候, 就像是满格电的手机一样, 一天当中, 它的电量是随着日常行为一点一点的被消耗殆尽的, 而负面的工作和情绪呢, 又会加速电量的消耗, 比如说, 忙忙碌碌处理完了一上午的邮件和电话, 开了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 面对一整天苛刻而又无趣的老板, 当然, 你也可以节省你的电量过度消耗, 例如愉快轻松的工作环境, 融洽友好的人际关系, 工作空隙的休息和适当的放松, 你可以花上一周的时间, 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自控力最强, 什么时候最容易放弃, 很多人都会觉得, 一天当中早上起床的时候, 自控力是最强的时候, 而中午和傍晚过后呢, 自控力又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很多时间管理方面的书籍都有介绍过早起的好处, 因为早上精力是最充沛的, 自控力也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通常可以把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在早上来完成, 自控力这本书里还提到了含糖柠檬水这个实验, 那就是在你自控力不足心情不佳的时候, 吃一块糖喝点苏打水可以帮助你恢复自控力, 而在一些小事上, 持续自控也会提高整体的意志力, 比如说喜欢甜食的人, 开始戒掉甜食, 不爱运动的人每天呢做几组平板支撑, 消费无度的人开始记录支出流水, 虽然说这些小小的自控力锻炼看起来呢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它却能够让我们应付自己最关注的意志力挑战, 比如说集中注意力工作,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抵制住诱惑, 更好的控制情绪, 好, 那以上的就是第二个知识要点, 自控力是很容易消耗殆尽的, 应该保持适当的休息来恢复它, 下面呢我们来讲第三个部分, 我们在自控力方面有三个误区, 分别是进步能激励我们获得更大的进步, 以及我们习惯把欲望当成幸福, 还有及时行乐比未来更重要, 首先呢这个进步啊并不能激励我们获得更大的进步, 大部分人总是认为取得进步会刺激我们获得成果和更大的进步, 心理学家却说, 我们总是把进步呢当成放松的借口,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院的教授, 伊莱特·费什巴赫和耶鲁大学教授拉维多尔已经证明了, 在完成某个目标过程中取得的进步, 会刺激人们做出妨碍完成目标的行为, 比如说你是一个有计划存养老金, 为自己养老的人, 当你开始存钱的时候, 你的内心呢其实是有两个我, 一个是为自己开始行动而沾沾自喜的我, 另外一个却是想要拖后腿总想挥霍购物的我, 那么减肥者也是一样的, 当你运动完一个小时以后, 看到美食的你最容易做的并不是避开他们, 而是觉得就应该享受美食来犒劳运动后的自己, 这就像你的肩头啊一边是对你轻声呢喃的天使, 而另一边呢却是在不断压迫你的魔鬼, 那为什么在好的习惯和行为之后, 我们总是会允许自己做一点坏事呢, 这个呢是因为道德许可效应在起作用, 这什么是道德许可效应呢, 它是指当我们认可并开始执行某件事某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呢也许相应的认为应该得到奖励来犒劳自己, 这种奖励呢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正向的刺激, 只会让我们更加屈服于诱惑, 忘记最初的目的, 其次欲望并不是幸福, 斯坦福神经科学家布莱恩·克努森发表过一个实验报告, 他想证明的就是多巴胺会促使人们期待得到奖励, 但是不能感觉到获得奖励时的快乐, 他们的研究借鉴了一个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实验, 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巴弗洛夫在狗身上做的那个实验了, 如果在喂狗之前摇铃铛, 狗呢即便没有看到食物, 也会听到铃铛就流口水, 他们懂得把铃声和晚餐的承诺联系在一起, 而克努森根据这个实验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他认为大脑在期待奖励的时候也会流口水,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大脑的这种反应和真正得到奖励时的反应是不同的, 而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现代科技让我们有了及时行乐的快感, 我们很容易就成为多巴胺的奴隶, 例如手机互联网和其他社交媒体都可以无意当中激活我们的奖励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简短的话语和表情包就能够轻松的交上朋友, 在网页上学习速成网课就自以为能够掌握知识和信息, 在这种我们自以为能够获取更多便利的情感驱动下, 我们会表现出一种成就感, 奖励的承诺有很大的力量, 它会让我们继续追求那些不会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让我们消费那些不会带来满足感, 只会带来更多痛苦的东西, 追求奖励是多巴胺的主要目标, 例如我们吃饱之后还是会受到食物气味的诱惑, 从而吃下更多我们原本就不需要的食物, 在比如说购物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商场打折而忘记了自己所列的清单, 买下更多实际上不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拥有自控力, 就需要区分让我们生活有意义的真实奖励, 多做一些高收益长半衰期的事情, 例如跑步, 阅读经典书籍, 练习书法, 少做低收益短半衰期事件, 例如买件衣服, 吃一次豪华大餐, 看一场电影, 短半衰期事件进行过程中纵然是爽快, 但是完成之后眨眼就忘了, 而长半衰期事件, 效益可以累计和叠加, 即使收益低, 长期以往也会慢慢的积累, 有助于成长, 另外一个很难控制的误区, 就是我们大脑认为, 及时行乐会比未来更重要, 自控利义书提到, 作为现代人, 我们在权衡及时奖励和未来奖励的时候, 大脑处理选择的方式相当的不一样, 及时奖励会激活更古老, 更原始的奖励系统, 刺激相应的多巴胺产生欲望, 未来奖励就不太能激活这个奖励系统, 人类最近进化出来的前额皮质能够理解它的价值,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未来的自己视为另外一个人呢? 这原因就在于, 我们不知道未来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当我们想到未来的自己时, 我们的欲望不会像现在一样紧迫, 情绪呢, 也不会像现在一样真切, 直到我们真的需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当下的想法和感受, 例如, 年轻时候的你, 用钱买一些高档奢侈品取代储蓄, 但是你并不会意识到, 几十年后穷困潦倒的自己, 是现在的不节制所造成的, 又比如, 不运动吃高热量食物的你, 并不会意识到未来的健康会受到影响, 是现在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 当下呢很近触手可及, 未来却很遥远, 无暇顾及, 好, 下面呢来为你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如何让自己成功做到自控呢? 市面上应该有很多啊, 关于冥想的相关的书籍,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啊, 去研读成为冥想专家的学术著作, 我们只要找准了冥想的核心方法, 那就是每天花五分钟去训练就好了, 首先你可以在家找一个用来冥想的独立的角落, 可以是书房或者是一个飘窗, 前提是当你冥想的时候, 这个角落啊, 是不受别人打扰的, 冥想的时候呢,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盘腿坐在垫子上, 背挺直, 双手自然垂放在膝盖上, 其次, 闭上眼或者是盯着某一处看, 注意自己的呼吸, 吸气的时候, 脑海中啊, 要默念吸, 呼气的时候, 脑海中要默念呼, 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走神了, 重新将注意力拉回你的意识和呼吸上, 冥想啊, 并不是可以治疗百病的良方, 也不能让你走向人生的巅峰, 但是冥想之后, 它呢, 就像是可以帮助你大脑点开重启按钮键一样, 让你的思路啊, 更为清晰, 情绪更稳定, 直觉更敏锐, 运动和锻炼, 同样可以提升我们的自空力, 自空力这本书中就提到, 对起步者来说, 15分钟跑步机锻炼, 能降低巧克力对结识者, 香烟对戒烟者的诱惑, 而更多人的问题是, 每天从早到晚, 工作聚会陪孩子, 一天的时间也就用光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锻炼, 其实啊, 这个锻炼完全可以穿插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不需要去额外的分配时间给它, 例如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啊, 陪孩子娱乐玩耍, 可以散步遛狗整理花园, 甚至做家务的时候啊, 也是一种锻炼, 只要你不是沙发土豆族, 下班之后呢, 一直全在沙发里打发时间, 你有很多放松娱乐的项目, 我们都听说过合理的睡眠, 要求在6至8个小时, 在书中呢, 就提到了睡眠不足的危害, 长期睡眠不足会让你更容易感到压力, 萌生欲望, 受到诱惑, 你会很难控制情绪, 集中注意力, 或者无力应付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 为什么睡眠不足会影响意志力呢? 这是因为, 睡眠不足影响了身体和大脑吸收葡萄糖, 而葡萄糖是能量的主要储存方式, 当你困倦疲劳的时候, 你的细胞无法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 细胞没能获得足够的能量, 这样的话就导致你会感觉到疲惫, 然而靠甜食, 咖啡也不能补充你大脑所需要的这部分能量, 但是另一个好消息是, 我们不需要因为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就认为我们的能量短缺, 一整天都补不回来了, 晚上没有睡好, 只要在白天工作休息的时间补上一个小觉, 你的前额皮质所需要的能量就会得到补充了, 因此每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物中, 调整最适合的作息时间表,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规定自己晚上一定要睡八个小时才是睡饱了, 爱因斯坦的作息时间就是, 每工作四个小时就休息一下打个盹, 那放在我们普通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把一天的分割成几小段来休息和补充能量, 比如午间和晚饭后休息半个小时, 来让下午和晚上的工作更高效, 精力更充沛, 还有一点在饮食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吃, 吃什么也和自控力息息相关, 饥饿会使身体产生短暂的低血糖和低血压, 从而脑供血不足, 一旦这个大脑缺少攻血就会产生头晕耳鸣或者是犯困等情况, 这个时候啊, 你的自控力也会相应的变差, 健康饮食才能够提高自控力, 在精力管理这本书中提到了关于如何吃才能让你获得更持久能量的方法, 一是早饭呢, 要吃血糖指数低的食物, 血糖指数衡量的是糖从具体食物中释放到血液中的速度, 缓食可以提供更稳定的能量来源, 二是每天五至六吨低热量高营养的饭能够确保精力的稳定在供给, 很多人会认为啊, 补充能量这个可以喝点咖啡或者是吃点甜食也可以做到啊, 但是这种高糖食物啊, 会让你吃下去以后血糖升高, 而一两个小时之后血糖又会骤降, 让你比之前更容易饿, 从而恶性循环, 在《自控力》这本书中提到, 当我们看到别人屈服于诱惑时, 我们的大脑也可能受到诱惑, 如果你发现别人和你有同样的意志力挑战, 你也会很想加入他们, 另外我们也有模仿别人行动的本能, 当你看到别人去拿零食, 饮料或者是刷信用卡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无意识的模仿他们的行为, 这个呢就拿我们的生活来举个例子, 当你的身边都是一群吃货朋友的时候, 在他们对你隔三差五的邀约下, 想必你也会忘记自己减肥的这件事, 而当你的身边都是一群购物狂时, 在他们留恋于各种品牌服装店刷卡购物的时候, 也很容易激起冲动消费的行为, 而相反只要更多的去结识一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圈子, 我们的自控力就会变得更强, 想要减肥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些跑步协会或者是健身馆, 想要理财控制自己消费的朋友可以注册一个理财论坛或者是相关的讲座去学习, 这就像古人说的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了, 这个意志力也是可以被传染的, 好了,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要点, 第一个重点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控力, 因为人脑里有一个前额皮质, 主要控制人体的运动, 而随着人类的进化, 前额皮质也出现了新的功能, 它能控制我们去关注什么, 想些什么, 甚至能够影响我们的感觉, 前额皮质分管的是, 我要做, 我不要和我想要三种力量, 我要做这个区域呢, 就是你生活中想要逃避的事, 我不要是你想要改变的习惯, 而我想要是你愿意花更多精力去关注的重要生活目标, 那第二个重点是, 自控力是有极限的,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休息让它得以恢复, 我们的自控力就像是肌肉一样, 在应付了一天中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之后, 它是和我们身上的各种能量一样, 会被慢慢的消耗的, 但是自控力并不是不能恢复的, 你可以通过放松和休息, 来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例如养成午休的习惯, 或者设置番茄中25分钟工作后休息一下, 第三个重点是, 关于自控力我们常常会犯一些误区, 例如把进步当成能够刺激我们, 获得更大的成功的动力, 例如把欲望当成了动力, 第四个重点是, 告诉我们如何让自己成功的做到自控抵制诱惑, 例如每天进行五分钟的冥想, 合理安排饮食和睡眠时间等, 凯利·麦格尼戈尔博士在书中告诉我们, 这是为期十周课程的核心笔记, 希望读者也可以花十周的时间, 去慢慢实践书中所教的每一个练习和方法, 当你真的用心去改变的话,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了, 自控力和本能都是人身上一体的, 我们既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即逝行乐, 也需要为了更远大的目标而自律和规范自己, 并没有哪个我更好更优秀, 我们要做的是正视自己, 了解自己, 接受自己, 时刻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应该如何去追求和获得, 自控力最强的人, 不是从与我的较量中获得胜利, 而是学会如何接受相互冲突的自我, 并将这些自我融为一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的总结,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